好,各位导师,各位君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应孙导师的著作 《大奉起信论讲记》,那么在庙云集当中的 那么我们可能要翻回来到209页 那么也就是在讲生灭相 因为到了第三幕,那么我们就不妨回到科判表来看 为什么是第三呢? 第一呢,其实就是什么? 心生灭,有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一心二门里面的什么? 心生灭门 那么心生灭门里头第一幕就是什么? 心生灭 第二幕呢,就是生灭因缘 那么第三,现在我们是在什么? 第三幕,所以呢,是生灭相 那么这里都加了一个心 为什么加了心呢? 真常为心 它完全都怎样,把基础就放在心 而且这个心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众生心 众生心 因为从科判里头也可以看到 这里的一心二门的一心是什么心啊? 众生心 其实就是众生心 由众生心开出二门来 有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 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心的生灭相 那心的生灭相呢,我们再往上看一下 因为在生灭的因缘 然后呢,一意,意是起 从意的地方呢,上面的意是呢,就跟着而起 所以呢,葬心为一 那么就会怎样? 诸事生起 这是生灭的因缘 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所谓的无明为一之染心 缘练 那么,可能就要看这个表 无明 无明为一 就是依照无明才会有什么? 心生灭门,对不对? 那么也因为无明的缘故 所以会有什么?染心染相 也就所谓的什么?染心 这个染心其实也从忘心来的 也就是从忘心来 那所以呢,所以前面我们其实也谈到 无明跟什么?染心 染心是不是依在无明上面呢? 有六个染相嘛 记得吗?有什么相应染的相 对不对?还有什么?不相应染 那相应染是不是比较粗啊? 这个不相应染是怎么样?比较细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第十七页的讲义吧 对不对? 相应染 从粗一直谈到细 那么就是最下面的什么?直相应染 不断相应染 有没有?分别致相应染 这是属于粗的,粗的会怎样?会相应 那么细的话就不相应了 现色不相应染 能见心不相应染 根本也不相应染 这个就是染 染心 染相啊 就是无明所形成出来的什么? 这个染心所形成 透过染心而成为什么?染相 好,那么我们回到 科判表 那么 心生灭相 有没有?心生灭相 那么心生灭相呢 也分了两个部分 先犯说生灭 明不灭 因为呢 所谓的生灭呢 是相的问题 所谓不灭的是什么?心体 其实就是心体 之后呢 再来广论 熏习 显无尽 这个透过熏习而无尽 好,那么 犯说生灭 明不灭 那么就有所谓的 两 二种生灭 那么 首先呢 先分出戏 然后再来明生灭 之后呢 其实这二种生灭 是生灭的相 而不是什么 体 所以生灭呢 生灭在什么? 现象上 生灭在哪里啊 杂染上头 对不对 这个葬心的这个部分 二里也是 葬心是什么? 是清静的 偏偏就是因为有什么? 无名 染灼上去嘛 所以 其实 灭的会是什么? 是杂染的部分 就是希望能够 这个 保有一个什么? 清静的心体 那这种清静的心体 也就是所谓的真如心 希望众生心 都能够怎样 只存有什么? 真如心 那么就能够圆满成佛 对不对? 那么只要有杂染 就不成为佛 那么从凡夫众生 透过行菩萨道 菩萨道 为什么要这么长久的时间 其实都是去除什么? 无名杂染 就为了去除无名杂染 所以 在 我们209页的本文 这里就讲说 副字分别 生灭象者有二种 生灭象呢 有两种 云和为二 有没有 一者粗 与心相应固 二者细 与心不相应固 那么一种叫做粗的 生命 一种叫做什么? 细的生命 粗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经验? 相当有经验 因为 与我们的杂染心 不断的怎样? 相应 细的呢 我们会觉得 好像没什么经验 但是 如果仔细的来想 还是可以想象得到 比方 我们所谓的细 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的都非常的细 第七意识里头 管了一个生命的现象 我们现在在这里听经文法 几乎 这个用尽了我们的前六识 叫做分别世事 有没有 但是我们的意 有没有在作用啊 他在管什么事情呢? 他很细 但是每个人都在做呼吸 心跳 循环 排泄啊 要透过循环 所以下课大家都要肿 对不对? 但是在上课我们不觉得啊 不觉得他在循环 所以他非常细 这样懂吗? 不因为我们不觉 所以他就不存在 应该是说 因为与我们比较不相应 但是我们细想 是不是可以感受得到啊? 这个叫做细意识在作用 虽然他与我们的心不相应 那接下来本文里头说 叫做初中之初呢 就是凡夫境 初中之戏 及戏中之初呢 就是什么? 菩萨境界 戏中之戏呢 就是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 那么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翻开 我们讲义第十七页 第十七页 上面这个表 其实就在分这个部分 对不对? 属于初中初呢 就是从什么呢? 以十二因缘法来讲 也就是爱取有生老死 这个部分 那么 这个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记名字相 直取相 起业相 业细苦相 对不对? 那么以武艺来说的话呢 其实已经 不止武艺了 他还更出一些 所以已经到了什么? 义士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分别逝世 那么在无名染心里头呢 他属于什么? 直相应染 所以我们凡夫众生 是不是就是 长于做直相应染啊? 大家都很会的 不用学 与生俱来 为什么呢? 因为透过第七八两世呢 扭转过来的 我们有五十节以来的行性 就是如此的 所以要去脱离这个的话呢 那么就必须要 透过什么呢? 出驻菩萨 可以断除 所以在我们的讲义 第十六页 左边 这边的右行 有没有 一方面叫做 出驻菩萨 即可断除 出驻菩萨 因为在这里 我可能要做一个修正 因为以为师来说的出驻呢 是在十驻 里面的出驻完成 因为出驻里头有实性 因为一方面呢 又叫做什么 性相应币嘛 所以会以为在这里 后来这个 以本文来说 后来我才发现说 其实整个完成三十前位 叫做出驻菩萨 才叫出驻菩萨 那么也等于说是 出驻菩萨才有机会 怎样脱离直相应染 但是呢 我们说在超凡入圣之前 不止这三贤位 或者叫三十贤位 之外还要有什么 家行位 有四个家行 叫暖鼎忍是第一 那么这个呢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出地菩萨 跟出驻菩萨的差距 那么也就是说 如何超凡入圣 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做什么 家行制 透过家行制 才可能根本无分别制的现前 我们前面讲 叫做什么 如来根本制 那么以为是说 那个叫做 根本无分别制 才可能现前 为什么能够根本无分别呢 其实也透过什么 深入法性 体会到那种平等性之后 现出什么 平等相 平等相当中 是不是就没有分别了 我们现在是不断分别 因为不平等 我们会觉得 有我相 有人相 有众生相 有受者相 我们是不是觉得有相 其实是有什么 有差别相 有差别相的缘故 所以根本无分别制 就是透过初分别到什么 细分别之后 才可能无分别 但是呢 这个之后又有个什么 后得制 就是我们讲的是 世间自然业制 那么根本无分别制 就是什么 如来根本制 因为每一部论典或经典呢 都有它不同的使用的名相 好 那么所以呢 会有会封什么 粗细 我们在生灭心里头有粗细 好 那么在接下来呢 在211页 211页呢 那么 明生灭 明生灭 好 说此二种生灭 好 这二种生灭呢 就是在讲前面的 粗生灭跟什么 细生灭 好 这些粗生灭 细生灭来说的话呢 都因于无名熏悉而有 好 那么 也就是 上面这里有什么 粗 细的 对不对 好 有细的生灭 慢慢一直到这边 变成什么 粗的生灭 好 越是这边越细 那么越是这边 怎样 越粗 好 繁复众生呢 都直在这个部分 分别世事之外的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分别世事呢 一直不断去跟什么 望静相应 好 那么 其实呢 如果含藏在我们的 这个 阿里耶事里面的 无名呢 其实他非常的 深细 深细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前面也讲 我们的无名呢 跟真如一样 无始结以来就有的 叫做无始无名驻地 有没有 其实无始无名驻地 不是 不是这几辈子 或者这一辈子才有呢 他深细到怎样 无始无名驻地 所以 不管是细的生命 或者粗的生命 他全部因为 无名熏息而有 好 那无名熏息是怎么熏息呢 说 所谓 依因 依缘 好 那么 依因来说的话呢 就是什么 不相 叫做什么 不觉异故 有没有 对不对 依因者呢 不觉异故 依缘者呢 妄作境界异故 在定义上 在定义上是这样子的 所谓的 因为无名依在什么 不觉的因上头 那无名呢 他会 会 等于 建立在什么 因跟缘 那我们说因呢 是亲因缘 他很接近 缘比较次等 而且比较外头的 所以呢 这里讲到说 所谓 依因 依缘 依因者呢 不觉异故 依缘者 妄作境界故 所以呢 若因灭 则原灭 是不是 就是说 我不要去消除 这个部分 其实是这里的问题 台湾话有句话说 要连无头 不连去连无味 要吧 曾经导师 庙园集里头 有个比喻 他说 在斜坡上呢 那么有个木桶 那么推着 等于是 怎么讲 拜着牛 拖着车 结果呢 牛车 突然间停止了 那么导师就问我们说 应该去 打牛还是打车啊 是打牛 牛一边打了 他就走嘛 但是呢 我们可能 我们这样想很容易 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身心的变化 我们都往往放在哪里啊 身而不放在心 就好像在打车子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鱼吃嘛 为什么我们会比较放在镜上头 因为镜比较粗 我们的心粗 所以我们的心呢 往往跟这个相应 而比较少 收射到更细的部分 所以呢 是因灭 则什么 原灭 我们要灭 忘静的产生 就要去灭什么 忘心 对不对 因为怎样 因灭 若因灭 则什么 原灭 因灭故呢 不相应 心灭 原灭故呢 相应 心灭 这个因灭的话呢 就是要去灭掉什么 不相应的心 那么这里呢 原灭呢 其实灭的是什么 相应的心 因为我们这个已经都讲过 只是再回头把本文的部分 那么再复习一下 那么到了这个心体不灭 那么其实这一段呢 有一个目标说 从生灭来明什么 不灭 所以他这里 由论主来设问 然后后面回答嘛 那么就是说 若心灭者 云和相续 若相续者 云和说究竟 有没有 好 既然我们要去灭这个心 那如何相续 如果这个心灭了 是不是就无法相续啊 但是我们却是怎样 不断的在相续 那既然不断的相续 又如何回到究竟来 好 所以呢 所回答的呢 其实就用什么 水跟风 水跟风来做比喻 有没有 好 就用水跟风 好 所以 回答说 所言灭者呢 为心相灭非 什么 心体灭 所以这个部分 从这里开始属于什么 心相 众生心属于什么 心体 灭的是什么 心相 而不是灭心体 不是灭心体 就如同风跟水 跟大海一般 好 这个大海呢 就属于什么 体的部分 风 是属于什么 相 好 可以没有风 但是海 是不是依然存在 要让这个海 能够平静下来 是不是一定要 就是要能够 没有风向 对不对 要让我们的心体 清静的话 是不是要让 无名的染相消除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里的生灭 生灭相其实是在讲什么 生灭是在讲相 不是在讲 不是灭掉心体 心体是不能灭的 因为这是什么 常住真心 这是真常维心系的根本 对不对 就立在什么 众生心上面 好 其实就立在众生心上 所以最后说 好 是心相能够随灭 非心致灭 其实这里的非心致灭 也就是说非心体灭 好 因为这个心体呢 会呈现出什么 这个智慧的这种广大象 静虚空遍法界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心体 感受是不是很小啊 但是这个是要不断不断的 去怎样扩大 要不断不断的能够去扩大 那么也就是说 杂养越小 扩大的机会是不是越大 杂养越严重 扩大的 它就会怎样 被纠缠在里头嘛 缠啊 其他的经典里头 也用一个什么 缠 其实被我们的什么 无名给缠住的 被杂养所给缠住的 我们的那个清净无漏的 真如心 是不是应该让它不断的扩大 因为一旦扩大 我们的那个 无名的感的能力 是不是也会降低啊 一方面我们的无名 能够越低的话 那么我们的真如的心体可以越来越大 菩萨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菩萨呢 处处为众生 而忘掉自我 我们无名的杂养来自于我们怎样 对自我的执着 对自我的执着 所以呢 接下来 我们要广论 薰习 显无尽 因为 就是说 是透过薰习的这个力量来解决什么 染心的还灭 来使什么 染心还灭 所以它虽然是什么 无名为体 但是染心是可以还灭 如何还灭呢 透过薰习的力量 透过薰习的力量 所以呢 首先要标出所谓的什么 薰习的体 薰习体 好 所以复制 有四种 法薰习义故 有四种 法薰习的那种 薰习的体的关系啊 的缘故呢 所以会怎样 染法 净法 起不断绝 我们刚讲的是 染心 染法不断 还有呢 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净法不断啊 我们是不是染净和合的 染净和合的 那么所以呢 先来看 就是说 使染法不断 跟净法不断的 熏习的体 有哪四个 所以说 云和为四 遇者 净法 名为真如 所以 净法的 全员在哪里啊 就在什么 真如 就在真如门上 好 二者呢 一切 染阴 名为 无明 好 所有一切的染阴 是不是就是无明啊 三者呢 忘心 名为 夜市 对不对 第三个 是不是就是忘心了 好 忘心 其实就相当于什么 夜市 好 它相当于夜市 四者呢 忘境 也就是所谓的忘境界 所谓什么 六成 好 我们忘做境界 做出什么样的境界啊 就是外境 色 生 香 味 触法 而这六成 这样能清楚吗 好 所以总共有四个 熏习的体 好 从真如 无明 忘心 跟什么 忘境 跟忘境 好 好 那么接下来 刚才我们讲的这四个是什么 熏习的主体啊 那还有熏习的意义 说熏习意者 何谓熏习呢 那么它这里有个定义说 就如同什么 世间的衣服 衣服本来没有味道 食无余香啊 但是呢 如果有人用香呢 去熏习它 比方在衣柜里面 放了蟑螂丸 是不是 那个衣服拿出来有点蟑螂味啊 有的人就想说 那我放什么 檀香罩 在里面 熏出什么 檀香味 会不会 我们当然都是拿比较香的东西 去熏一熏这些衣服 刚放进去 不会马上有味道 熏久了 是不是自然有味道啊 自然有的 所以呢 若人以香而熏其故 则有香气啊 所以呢 此欲如是哦 我们如果用真如敬法 实无余染 就说我们如果用真如敬法 那么 其实他就好像拿着衣服一样嘛 实无余染 真如敬法 他本身 是清净无染的 他本身是清净无染 但是呢 因为怎样 有无明的关系 就是透过无明来熏其 那么熏其久了 是不是他自然就有染相啊 那么 则有染相 那这个是敬法的 就说真如透过染法的熏其 而产生出什么 染相来 那属于染法 无明呢 染法来说的话呢 实无敬业 他本身呢 并没有清净的这个成分在 但是呢 我们用什么 真如去熏其他 那么则有什么 敬用 则有敬用 所以我们说 真如在熏其的过程里头 他有什么 有敬用 就是有清净的作用 等于是要把奥利耶士里头的 杂染的部分能够怎样 逐渐清除 但是呢 如果我们的无明的力量很庞大的话 比方 我们如果没有透过学佛的话 我们就不断的起无明烦恼的话 那么 所呈现出来的奥利耶士呢 大概都几乎是什么 染相 而且我们也几乎感觉不到 我们有什么清净无漏的什么本质 所以这个呢 它是相互熏其的 会有染法的熏其 但是也有什么 净法的熏其 那净法的熏其呢 的根源会透过什么 真如来熏其 因为它有敬用 对不对 染法的话呢 是透过什么 无明 因为它会呈现出什么 染相 所以这个是本论的这个熏其的意 定义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熏其起染法不断 因为透过熏其 我们先讲的是这个染法熏其 染法的熏其 那么熏其起呢 就会染法不断 染法不断 好 那熏其呢 是如何生起的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本文 221页 有没有 熏其生起 说 云和熏 熏其起 染法不断 这是属于什么 染法的熏其 那么所谓 以依真如法固 好 说实在呢 我们说奥利也是 是不是依在什么 真如法上面啊 但是呢 他又不是 这么样子的清净无染 为什么呢 有余无名的关系 所以我们说 他是怎样 真忘和合 对不对 是染尽和合的意思 染尽和合 真忘和合 就是说 本来我们所谓的众生心 里头有什么 有真如 但是呢 却因为有什么 还有什么 无名 那么也因为有无名 染法的这种原因的 最后的缘故呢 所以呢 这个无名 他是不是又去染了什么 又去熏其真如 他们这个之间呢 其实是相互的 他们之间是会相互 所以这里有个双箭头啊 是不是相互影响啊 上面熏其下 下面也会熏其上面的哦 那么如果以上面的这个染法来看的话 以熏其共呢 则有什么 妄心 熏其久了 那个无名呢 就会产生出所谓的什么 妄心 那这个妄心呢 也还会怎样 这个回熏到什么 无名 越有妄心 是不是其实也会越 也会无名哦 在这里哦 好 妄心 在熏其方面哦 它是双向的 是双向的 好 刚讲到说 因为有无名的熏其 所以会产生出什么 妄心 那有妄心的话呢 它又会熏回什么 无名 那这个无名呢 是因为不了解有真如 对不对 所以这里就讲说 已有妄心呢 即熏其什么 无名 那这个无名呢 是因为不了什么 真如法固 有没有 不了解真如 所以呢 它又怎样 又熏回去 所以它就在这里 之间呢 来来回回的跑 所谓的熏息 它会来回 好 就像我们刚刚讲说 哎 衣服放在衣柜里头 那么有香 好 有香气在那里 是不是也是来回的熏息啊 好 香当然去熏 衣服的力量比较大 但是衣服的香气 是不是也会不满啊 好 好 所以呢 一方面 好 这里说 因为有妄心的关系 又怎样 又熏息回来这里 好 所以 以熏息来讲 它会双箭头 好 那到了熏息无名的话 又因为不了解什么 真如法固 那么这里的不了 真如法固呢 也是一种什么 不觉啊 所以其实我们的 所谓的不觉 又不理解这个的话 又往这边跑了 对不对 好 我们不了解说 好好 有真如法 所以又往这里去了 那往这里去的时候 会不觉 好 不觉呢 刚才讲 什么叫不觉 戏 戏的意识 是不是属于不觉啊 戏的那个意 属于不觉 好 所以呢 透过不觉念呢 而起什么 忘记 戒 所以它又从这个地方呢 产生出什么 忘记戒 一方面我们不相应 很细 再一方面呢 这个不觉也有一个意义说 不理解什么 义法戒 真如平等性 有没有 那当然那个 那个应该说是 禁法的熏息了 好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染法的 就是在不知不觉 它根本就不相应 因为它非常的细 好 它是属于什么 夜市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 它当它回到这里的时候 它就会往这里走了 所以由忘心 而产生出什么 忘记 好 不觉 那么就会念起 不觉 好 我们就会忘念 对不对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觉 一法戒 真如 平等性的话 好 我们就会希望透过什么 无念 才能相应相弃 是不是 好 所以觉而无念 不觉而念 好 不觉就会念起 那么 一旦念起的话呢 是不是就忘作境界 好 就会 会现什么 忘境界 好 那又因为有忘境界 染法缘故呢 好 跑到这里之后呢 它其实又会回熏 又回熏回去 以有忘境界 染法缘故 即熏悉忘心 它又 又熏悉回去了 另起念着 让它的这个念呢 越来越执着 那这个忘心越来越执着 是不是就 又回到这边来 怎样 去执取什么 外在的境界 好 所以呢 令其令其念着 有没有 那当然念着之后 这个是不是还是会往这边跑啊 那往这边跑的话 就会怎样 造种种业 受于一切身心等苦 有没有 心动 则苦啊 是不是 就会受到什么 苦果 所以这里虽然从忘境界回到忘心 其实忘心是不是也随时回到忘境界来啊 这个部分因为逐渐出起来了 那这里我们也是来回的跑 就很像什么呢 其实我们这个意识不断的在攀缘外境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也随时受到我们的这个杂染的意所影响啊 那么也就 因为我们是一个生命体 所以它这个 当我们透过语言文字好像是有一个方向或是什么 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是来回的 其实它是来回的跑 所以就这样子的熏 不断这样子的在熏习着 所以这个叫做熏习生情 因为不断的去执着外在的 一旦执着外在的时候 我们就说就起祸 造业 而受什么 苦果 为什么说苦呢 因为一旦有生心的呈现 是不是就是祸月苦 祸月苦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 才形成我们色身肉体的什么 祸月苦 好 那么接下来 在经文 这个本文里头 那么有熏习的差别 熏习的差别 刚才这个熏习生息是大约讲整个的那个流程 讲整个的流程 有没有 所以因为是依在什么 真如法嘛 我们的基础其实还是真如法 但是呢 又有无明 好 那因为有无明染法的缘故 又会去怎样熏习真如 所以真如本身它还是有作用的 并不是完全没作用 那么又因为熏习的关系 所以从无明又会跑到哪里啊 忘心去嘛 又因为有忘心又回熏到哪里 无明 那又因为无明不了什么 真如法固 所以又往回跑 只要不了它就回头跑 跑到哪里去呢 跑到忘心 因为不觉念起嘛 不行跑到忘心 会跑到哪里 忘境界 去献起什么 忘境界 当然也因为有忘境界的这种染法的缘故 又会回熏到忘心 那这等于是加强我们的什么 忘心 我们加强了忘心的时候 我们的那种造作的力量是不是越大 好 那熏到忘心又回到什么 又又回到这个忘境里头去 因为它另起念拙嘛 所以我们经常是不是都是在这样做的 做这样的事啊 我们比较会觉得 从心到静 静到心 心到静 静到心 但是在更深的部分呢 我们的心是忘心 来自于什么 无始无明 注定 对不对 但是无始无明 注定它不是单独的哦 它是不是又跟清静的那个真如 合在一起啊 那个是很细的部分 所以也等于说 我们平常都在意识里头 不断的在分别试试 对不对 往外去分别试 外在的这个忘境嘛 然后外面的忘境 是不是又回熏到我们的意识来 叫做忘心 忘心是不是又会回到意跟心来啊 那心又会从什么 意到意识嘛 就这样来回熏习 来回熏习 好 好 那么 这个叫做熏习的升起 那么有熏习的差别 好 熏习的差别 那么呢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讲义里面的第22页 22页 好 因为在熏习呢 其实 它有有两两个方式来熏习 一个叫熏习染法的差别 有染法的转转熏习跟什么 静法的转转熏习而相续不断 对不对 会有熏习染法的差别 下面是什么 熏习静法的差别 好 那所谓的熏习染法呢 我们会从粗的 我们比较理解的部分开始讲 要从什么 忘境界的熏习 对不对 忘境界的熏习是不是最粗的 再稍微细一点就是我们的什么 忘心的熏习 更细的呢 无明的熏习 会有这样的一个什么 差别 好 那么在忘境的熏习 忘境界的熏习呢 它有两个 它的那种熏习差别呢 一个增长念的熏习 一个增长什么 曲的熏习 因为我们在忘境的熏习里头 会起烦恼 烦恼 最多总说爱烦恼 可是什么 见烦恼 见爱烦恼 所以这个增长念熏习呢 相当于见烦恼 增长曲熏习 其实相当于什么 爱烦恼 爱曲 对不对 这个念呢 有心念 有心所 比较在什么 见上头 比较在见方面 好 所以呢 在我们的 第222页 对不对 在我们的222页 本文 说 此忘境界熏习义呢 则有二种 有没有 有二种 云和为二 一者增长念熏习 二者增长曲心 熏习 好 那增长念熏习 来说的话呢 那么是因为 忘心不断的 怎样 人外境 好 而且呢 会保存 累积种种的境相 好 而不断的增长 念力 好 那这个有点像 知识的获得 我们的知识获得 是不是也向外学习 一些知识 思想 这些其实 是不是也要再从外进来 这是必然的 那当然你说 听经文法 同时也得要透过这样子 虽然是忘境界 但是 它总是还属于什么 正面的 所以等于说是 透过对外的 学习 那么 是会增长这个念的熏习 念的熏习 那第二个呢 会增长什么 曲的熏习 等于 当然 前面这个叫做见烦恼 后面叫做什么 爱烦恼 那见本身还可以通到正见来 当然见本身 我们说在念方面呢 可以有妄念 但是也可以怎样 无念 是不是也可以无念呢 所有的无念是无差别的念 平等的念 我们的念 我们的见呢 往往都是在差别里头 起了执着 起了执着之后呢 就会去爱曲 对不对 就会去爱曲 对于增长了曲的熏习 那么它的定义上面就是 因为它增长了曲 是因为由于忘境熏习 分别逝世 有没有 忘境是不是也会 会熏回我们的这个 分别逝世啊 就是我们的义世 因为我们从一义世诗里面 把六诗全部归在什么 义世 由忘境呢 熏习分别逝世 熏习回来 那么我们有所感觉的时候 我们就往外去追求 所以我们的心事呢 这种爱曲的增加 爱曲的增加 所以念呢 它比较属于知识的 理则的 那么曲会比较属于什么 情义的 感受的 一个比较理性 一个比较感性 比较直接的 比较直接 那么就会怎样 辗转增长 说实在这个部分 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 经常不断的 是不是一直在做念的增长 增长念熏习跟什么 增长曲熏习 因为我们很容易怎样 陷在这个望静里头 对不对 那因为望静呢 它属于粗的 粗意识就可以感受得到 人人都可以感觉得到的 这个部分的熏习的力量 是非常的大 当然这个我们如果透过望心 去取着望静 那么就会是一个 那种染法的熏习里面的 一个很大的力量 当然它这个是比较 已经在比较外头的部分 而且比较粗的部分 但是它属于相应的 对不对 属于相应染都由这里来的 所以会有直相应染跟什么 不断相应染 而且我们还不断的去 怎样这个分别 分别的相应染 对不对 好 那么望静的相应染 熏习 望静的熏习之外 那么在往里头看 就是什么 望心的熏习 望心的熏习 好 所以这个望心的熏习呢 也一样 它会有两种 也会有两种 和云和为二 这里 我稍微再回头 你看我们望做境界 就会有什么 增长念的 增长念熏习 跟增长什么 取的熏习 增长取的熏习 那么我们如果是望心熏习呢 刚才讲的是什么 望静的熏习 它比较放到外头来 我们现在要讲什么 望心的熏习 它也一样 有两者 一者呢 属于什么 夜市根本熏习 一个属于增长分别 世事的熏习 望心 它有两个方向 一个往这里去 往内部 因为所谓的望心 它也透过一心 五意 跟什么 一意识来的 所谓的望心 所谓的望心 它包括 一心 什么心 众生心 五意 表示说 这个望心 它是跟这里有关 跟这里有关 跟这里是不是也一样有关 对不对 所谓的望心 包括了最深层的 这个叫做什么 众生心 然后呢 五意 它一样 它具有什么 夜市 转市 现市 智市 相续市 到什么 分别世事 到分别世事 这是往内的 另外一个呢 它会往外 另外一个往外呢 它比较往内的是这个部分 往外就是分别世事 这个分别世事 是从这里来的 对不对 就是说 它往细的跟什么 往粗的去 总说 就一个往细 一个往粗 这样吧 所谓的望心 说望心 熏息 亦有二种 云和为二 一者 夜市根本熏息 二者呢 增长 分别世事 熏息 好 所以呢 在望心 熏息 这个解释里面 就可以看到 因为所谓的望心 名为夜市 是 从什么呢 维系的望心 而起什么 出现的望心 它是从维系的 那么它会通设到什么 分别世事 好 所以本论会从 唯心的见地 说所谓的什么 一心 五意 一意识 大兴起心 是不是这样子的建立啊 不像说 唯师 建立八事 不是这样子的建立方式哦 对不对 一心 五意 一意识 好 那么 所以呢 以望心 熏息来讲的话 好 它会 它也会 立足于什么 一心 然后呢 它会 往内 好 所有的往内 就往细的去 好 那在细的里头 那么会从什么 五意里面的最细 叫做什么 夜市 的根本开始 好 所以它这个是往根本的部分 然后呢 它又往外 通往什么 出的部分 就是分别世事 好 分别世事的熏息 好 那么如果往细的 往内 往细来讲的话 那么能受 欧罗汉 辟知佛 一切菩萨 生灭苦固 好 因为 细的 要能够解决 是不是要透过 声闻 人觉 就是辟知佛 还有什么 菩萨 好 才可能把 望心的这个部分呢 能够怎样 能够 好 去除 那属于增长 分别世事的部分呢 是凡夫 好 感受的最 会感受的最深切 对不对 我们凡夫众生 是不是一直都在 分别世事当中啊 但是呢 我们也因为在 分别世事里头 而怎样呢 业细苦固 来让 能受什么 凡夫 业细苦固 那么是往外的 这个部分 好 好 我们休息 好